Hello, 今天分享两款东北酸白菜 真的很建议自己做才能吃到安全 因为白菜在叶制的过程中 由烧酸盐转变为有毒的亚烧酸盐 不是酸菜够酸就是够安全 你叶制十几天都已经很酸了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亚烧酸盐含量最高峰 我们现在去买个美黄牙白 另一个名字叫做山东大白菜 这里有两个白菜, 一个是黄色 一个是绿色比较多 黄色这个是比较新鲜 而绿色这个是比较老一些 大白菜是抗盐非常强的一种食物 对于肠胃度, 包括食肚盐、胃盐、大肠盐 是有非常强的保护作用 切个底部 然后一切, 整个菜就切出来了 首先要将全部的白菜洗干净 第一款做法, 白菜一定要用过滤水洗 每一边都要洗到干净净 它现在很硬, 很难把它卷入锅中 现在挂在这里, 就不是让它瓶干水 是让它吹得软身一点 那要挂多久呢? 大概是吹它三个小时 怎样把它变酸, 又怎样把它发酵呢? 蔬菜本身有很多微生物 包含乳酸菌和酵母菌等 我们要的就是乳酸菌 我们将它排好了, 放好了之后 就要加水进去 用煮沸过, 放冰了水, 倒下去 一定要比菜高 最后就加粗盐进去 最好就用粗盐 风味会更加好的 不用加很多盐 给盐的目的就是抑制坏菌的生长 现在最好就什么都要自己做 不用吃到那么咸 菜很轻身, 它会浮上来 所以尽量找一样东西重一点 来扎住它 不要让它浮上来 要不然它会发汪 那就会影响发酵的时候变坏 现在我们盖住它 它在母养的环境里面 就可以大量繁殖地生长了 要醃多久才达到食品安全呢? 过了20天 亚烧酸菌就很明显地降低了 一直到35天 一打开盖子就闻到很香醇的酸味 而不是很靠的那些醋味 我们现在拿一些汁出来 试一试它 如果显示是白色 那就代表已经没有了亚烧酸盐了 碱盐出来是零的标准 就可以安心吃了 有一位老板娘跟我分享 在外面买的不用腌太久的 它们给醋酸粉 或者是醋蒸 所以是不是什么都要自己做 才可以健康呢? 所以我以前一直都觉得这些酸酸的东西是有醋味的 因为我本身是不喜欢吃醋 所以对醋的味道是特别敏感的 第二款做法就是要把它们穿一穿水 十几秒就可以了 不要穿太久 要不然它就不会那么脆的了 然后拿它上来之后 就让它冷一点 这样就可以入瓶了 这样做就是可以杀菌了 但是同时那些乳酸菌都被杀了 所以醋的时间就要长一点了 亦都是放点盐和水进去 穿水的好处就是 菜比较软身 比较容易入瓶了 但是又多了穿水的步骤 两种做法的结果都是一样 就看看大家喜欢哪一种方法 因为我们放很少盐 所以真的酸香好滋味 又爽脆 是这样都已经很好吃了 这些水还可以用多一次 第二次浸泡用一半就够了 发酵的时间是会比较快一点的 保存的方法 将它拿干些水 放进密实袋里 揉一些空气出来 包住它 放在冰箱里 都可以放到半个月 放在冰床里就可以放到半年 不过你冰床过之后 它的组织被破坏了 它就完全没有脆到的了